在法国你除了可以刺杀总统以外 还可以偷他们的战斗机 这是法国最新研制的幻影2000D战机 他正参加巴黎航展 可飞机在航展上空刚飞行没多久 他突然调转方向飞出了航展空域 这把塔台人员整得一脸蒙 便立即联系地面人员询问战机的情况 而地面人员联系驾驶员多次后 驾驶员竟然直接关掉了无线电 原来他们的驾驶员早已经在飞机起飞前 被一伙恐怖分子调换 战机飞出航展空域十分钟后 刚好遇到一架客机 为了躲避地面雷达的追踪 恐怖分子竟然直接将飞机开到了客机的正下 就这样指挥中心瞬间就丢失了战机的踪迹 于是他们立即通知正在附近空域 做巡航任务的两架幻影前去查看机 飞行员马克收到命令后 马上调转方向加大推力飞往指定空域 再快要接近目标空域时 他们刚好一架客机擦边而过 刚开始他们并未在意 直到他们在目标空域寻找片刻 始终未发现被偷的战机 这时马克才想到 刚刚与他们擦边而过的客机好像有五刀围起 而客机只有四台发动机 意识到情况不对 他们马上调转方向追向客机 没想到客机下方真的有一架战机 见到这样的情况 马克先是与指挥中心取得联系 报告了幻影2000D的位置 然后等候下一步指示 而指挥中心却只是让他们控制住幻影2000D 这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接着同伴用无线电联系幻影2000D 让他跟着自己返航 结果恐怖分子直接对他亮出了国际手势 同时快速调转方向 驶离了客机的下方 气得同伴立即追了上去 并且一直紧紧咬住狄机 然而就在他们穿越一处云层时 狄机突然一个紧急拉扯 连续穿过了多块云层 同伴瞬间就跟丢了狄机 就在他四处寻找时 狄机突然从他后方窜了住 而且还打开了武器系统 不过好在这时马克也感到狄机的后悟 知道同伴随时有可能被狄机击鼓 他立即联系指挥中心 请求向狄机开火警告 不过很快就被指挥中心驳鼓 让他继续控制狄机 这让马克实在搞不懂 他们说的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 暂时他只能跟在狄机的后方掩护同伴 然而就在他们飞行没多久 幻影2000D的武器系统 很快就锁定住了同伴 吓得同伴立马发射了多枚干扰弹 而马克见到这样的情况 再次联系指挥中心 请求允许开火 但还是被拒久 眼看同伴有危险 却不能开火还击 气得他直接关掉了无线电 然后一个快速翻过 直接飞到了敌机的左下方 就在敌机向同伴发射导弹的前一面 马克快速开火 敌机瞬间变成了渣渣 虽然这次危机就此解除 但他们违抗了上级命令 返回到基地后 很快就遭到内政部的调查 表示他们打下来的战机 其实是任务中的一环 这让马克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这是最高机密训练计划 他们表示之前有民航机遭到过劫持 如果万一恐怖分子劫持的是战斗机 到那时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所以他们就做了此次测试 若幻影2000D能铺为成功 那证明恐怖分子一样也会成功 但没想到他们会打下幻影2000D 不过马克却说是幻影2000D先开火 所以他才发射导弹 将军认为现在说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刚刚失去的是一架先进的战机 和优秀的飞行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调查委员会了 第二天调查人员在观看马克的交火录像时 他们确实看到了是幻影2000D先启动了 不过画面只有0.25秒 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 分析人员认为也只有马克能做到 但在听证会上 录像中并没有导弹启动的画面 很明显这是有人故意将那0.25的启动画面删除 虽然马克知道有人在录像中动了手脚 但他又没有任何证据 最后听证会决定 马克和他同伴两人因违反上级命令 损失了一架战机和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被法国空军开除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删除关键画面的人竟是内政部的官员 因为他们急需像马克这样优秀的飞行人员 去执行一次秘密计划 同时又需要飞行人员没有军方的身份 而这次秘密计划是为了与美国竞争澳洲的战机订单 竞争规则是双方各自派出战机 一路飞过多个国家的领空 哪家率先到达目标地 就能赢得订单 虽然这一切看似合内政官员的计划在进行 但这三架战机在飞行过程中 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